今天还是我杰拉德 我曾汤梨 哈喽我是劳温 又是我们三个老同学一起回到过去 我们第一年来读书了 韩假你们什么活动啊 韩假我们通常都回去 都是回去香港很多 其实那年我本来就不准备回去 本来 因为但是本来不准备回去吧 当然我要参加一下韩假的活动啊 结果就有一个叫救国团的活动 有很多团的很多种的 然后我参加了其中一个叫浦城民俗采风团 好上时间的名字我是参加 不过后来发现那个其实不妙 因为学校所有同学都几乎都跑光 好冷静啊 我就临时决定走 那那时候饭堂有没有发现 有吧 就是他可能开三门一阵子 很小桌几桌这样 重新再来 集中管理你连住都不能住了吧 都要搬到你的地方管理 住好像要搬了一下吧 我忘了 反正我两三天之后发现不行了 所以就马上回香港 也要回香港过了 寒假第一个 但是因为我已经参加了这个采风团 所以提早就回来了 我在停留香港很短时间 这样 我大概好像出三 可以出四左右就开始了这个团 所以你讲到这个我也有个题外话了 其实我当初也是想说 就是寒假 应该寒假也不会回去香港 因为太短了嘛 我们九月才来 对啊对啊 十二月就是一月就走 我们那时候也是预估大概应该暑假 后来想想不对 很多同学就一定要回去 对啊就是你啊 你找了所以我也 不关我的事 我也是准备就是到暗 暑假才走了 但是你看我们那时候离开香港 有没有 很多同学很舍不得啦 有难过啦 有没有哭啊 有没有哭啊 应该是隔很久才回去吧 结果半年不到就回到香港 我们那些同学不想理我 他说你怎么那么快就回来干嘛 这样 这就是 我也没有很一定要回去啦 那时候 只是说像你一样啊 看到什么同学全部都跑了 有些走着走啊 然后要搬那个什么什么 换换宿舍 太烦了 对 类似这样 后来就 我还是去回香港 不过又参加了那个团啦 对 可能要付费的 但是不贵 嗯 然后那个团其实 还有讲一下 刚刚说旧国团 可能很多年轻人 现在还有嘛 旧国团 但是就好像就这样的名字吧 旧国团还是什么 是 但当年 旧国团 全名是很长的哦 不知道年轻朋友知不知道哦 老一辈的应该还记得啦 中国青年 反共旧国团 对 他是全名 是哦 哈哈哈 通常我都看到三个字而已 因为 简称救国团 要救国 所以 要分享一下 当年我到台南之后 那个 经历 其实我还跟另外一个同学 都有参加的 他也是香港的 然后我们第一个晚上 因为他有一些朋友 在成功大学读书 所以第一天晚上 好像我们都在城大宿舍 所以 偷偷的躲进去睡 不用偷偷啊 进去就好 女宿舍都要偷偷了 因为很多同学走了嘛 对啊 意思说不一定是香港嘛 他可能台北的啊 高雄的啊 都跑一跑啊 很多空位置 我们就睡了一晚 第二天好像 我忘记了 大概七八点 在台南 车站好像 大概是这样子集合的 嗯 所以我们集合之后 有很多很好玩的事情 然后吃饭的时候 中午 第一顿饭 我就感受到这个 真的是青年 反共旧国团的感觉 要参国歌 参国歌 参国歌是一定要的啦 但是 参国歌之外 还有讲一些口号 口号 也没有印象 哦 差不多 真的哦 每一顿饭都有不同口号 我没有 全部记得 不可能的 你确定是 救国团是进去监狱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有那么多规矩吗 对啊 每天吃饭之前 啊 这要念 这个比较有印象 因为很特别 对我来说 就是啊 只要我吃得饱 中国一定强 讲完这个咱也吃饭 这个非常有印象 真的假的 怎么会 我以为在大陆 就是老感人嘛 哈哈哈哈 怎么那么特别 寒假嘛 第一年寒假 所以大家知道是什么时候啊 1990年的2月份嘛 大概是 1月或是2月嘛 所以一起讲这句话 一起啊 很奇的 那个有一个 叫领队吧 不是教官啦 真的是监狱吗 领队 领队啦 会先喊一口 寒口令 类似这样 类似这样 每一顿饭都有一个 什么 爱到最高点 心中有国旗 类似这样 反正类似这些口号 这么肉麻吗 每一次吃饭 你要不要写一本书 所有口号写出来 哪记得啊 所以 很难想象啊 这样 但台湾以后还吃得下饭吗 这样 吃得饭啊 又肉麻 要流泪的 不过那个时候就这样子啊 所以就吃饭吃饭 不过那个团是比较文艺性的 因为是历史 我参加这个是因为 他介绍说要看一下台南的古迹啊 了解一下台南的台湾文化 台南的历史 所以要去很多古庙啊 都完全没影响 我忘记是哪一宗庙了 那些庙 孔庙啊 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台 应该是什么 中华民国特色 他那些神啊 庙顶 那些神还有哪国籍的 这么爱国的 一千年的神知道有中华民国 好爱国啊他们 我忘了哪一座庙子 现在还有没有我也不知道 反正那个时候 早就没了吧 应该没有 当然还会去吃坎楼啊 那个一定要 那些啊 我们还要学踏碑啊 踏碑 踏碑就是用一些纸 放在那个碑纹上 转到 踏出来就是可以把它复印出来嘛 那个是古代的复印 对对对对 有那边有 这个也有学过 当时候 那么有文化的 当然还有一个是意想不到的事情 好 因为是那么文化 那么文艺 其实他 传团人都有一两百人 一百多人的 他有分组 好像分立物组 每组二十人这样子 大概是这样子吧 详细的忘了 重点来了 这个意外惊喜 我来之前都不知道了 到了才知道 九层女生 整个团九层都是女生 每一组 只有两到三个男生 几乎都是女生 早说嘛 早说嘛 我也算到了才知道啊 怎么说 那感觉有没有像 突然变成韦小宝的感觉 对啊 没有韦小宝 因为我香港来嘛 他 就那一团很多人会 对我很好奇 我一直我问这个 就到处摸这样 没有 都摸我啦 是吧 真的吗 没有啦 你摸他 他只是好奇 诶 这个是男生吗 诶 不过也有特别的事情哦 刚才说 因为有大部分女生嘛 但是其中有一个女生呢 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印象很深刻 因为整个过程都 没有跟我讲一句话 他只跟我讲了一句话 拒绝他 他说我讨厌香港人 是哦 他说他之前男朋友是香港人 所以我讨厌香港人 这一招高啊 对 整成了 整个过程都没有理过我 没有没有 那个女生一定是高手 对 他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对 你才会注意他 反掉 所以你讲 讲了他三十年了 没有 对他都忘了 但是 我反而是对那个 那些 其他小妹妹 组长吧 组长 因为红色衣服 他们中国团队一群都是红色衣服的 当时候 然后红色衣服是要照顾我们嘛 每一组都有一个 类似这样子 加个领队 所以有七八个工作人员 我反而喜欢其中一个 哦 希望他照顾他 然后我们还第一次玩那个什么 小天使游戏啊 小天使 对 小天使 我写给那个小天使 另外一个也会写给我 类似这样的 但是我都把那个 我写完写 写给小天使之外 我还写给那个女生 哈哈哈哈 写很多张耶 对很忙 哇 啊 补充一点 我们那几天晚 我们是住了 我忘记是四个晚上五个晚上 反正在台南 玩了差不多一个礼拜嘛 我们是住在台南家庄 在永康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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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面也是女生比较多吧 我是女生 只有女生的 没有 没有同学生的啦 要寒假嘛 没有学生 没睡过那一种床 已经很羡慕了 这是女生睡过是这样的吗 对啊 大概 所以很熟吧 好羡慕 永康乡应该很熟吧 原来是这样子的 然后晚上还玩一些什么 引火味 再点个引火在中间 围着他们 牵牵手 跳蜂舞 那个时候才知道 原来 台湾那些晚上 那个活动那么好玩的 还可以牵女生熟 哈哈哈 哦 是哦 因为男生很少嘛 对对 然后又说一些 他怎么故意逗我 还说什么 我爱你的这些话 那个时候我不敢说嘛 他说那你就说广东话吧 类似这样子 是哦 类似这样子 故意整我 但我还是想不懂 为什么女生那么多 男生很少 男生跑去哪里 可能比较文化的东西 男生可能去参加什么 野外动向那些吧 我猜 哦 这种文化团的话就有生命 男生应该没兴趣 哦 早说嘛 我以后就参加这种文化 我有兴趣 哈哈 其实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了 我回来跟你说的啦 忘了真的忘了 太久了 寒假不能再回来了 哦 太可惜了 哇 所以那个时候就还有一个 啊最后啦 最后又说这个 也是证明香港那个港剧 深入明星 嗯 因为我最后 我记得最后一顿晚餐 他们我们来过团体活动嘛 他们还有类似卡拉OK这样子 每个人大概都会唱一首歌 嗯 他们就逼我上去清唱 因为我们要我的音乐 是海蓝啊 楚流香 啊楚流香 要我 他们这没有舞台嘛 只是拼几张桌子 要我站上去就这样直接就这样唱 唱广东 清唱 楚流香啊 我都忘了 谁唱 郑肖秋 对 他好像有很多集吧 应该是好集 楚流香 那个时候很红啦 我知道在台湾播的时候 对啊 天 那个好几部啦 那个讲不完 反正 那一首啦 是是是 就这样子 所以应该很多听众应该都很有印象 其实我有一些同学会唱 台湾的同学会唱 有啦 那个上海滩啊 上海滩 上海滩是外国人都会唱的 对啊 天龙八部啊 天龙八部 天龙八部 反正很多了 什么两王夜水女 四天雄传啊 反正那些啦 所以那个时候港剧也是很深入名声音 哦那么精彩的 你在那里 就那几天就 还有什么台南夜市啊 吃一下什么棺材板啊 嗯 杜小月啊 中正都那边 类似那些 那些啊 台南就 大概这样子啦 那个时候就 所谓 还真的要上堂课 就这样 台南专家以后再分享台南事情 对啊 你读书专家也是台南嘛 到时候 大学方面我们再来点 那是你的地盘了啦 那时候你好好分享一下 那我只是过去几天 但是我认识的女孩子好像没有太多 当然啦开玩笑 好啦这个我今天主要分享一下大概台南当时的感觉啊 原来救国团是这样子的 嗯 了解了解 收敌 好啦 好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啦 下一期再聊其他啦 拜拜 拜拜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还有分享哦 我 我 好吗 好吗